林九娘真的被山神附身了 山神最喜欢吃的 就是人脑子 你们要不要也来尝尝呀 这人脑子 就是无比的美味 要不我现场取一个人脑出来 大家一起尝尝 哎呀 这鲜嫩的脑子就是美味 白嫩嫩的 带着一股香甜味 就跟吃豆腐一样滑溜溜的 鲜嫩的很 这脑子放了这么久 还能有这等滋味 要是新鲜的 说着舌头还舔了下嘴角 一脸回味无穷的样子 众人彻底被恶心到了 个个都心慌慌地看着林九娘 并且脚步都忍不住往后退 眼神警惕地盯着林九娘 就怕她忽然抽风 冲上来拿自己开刀 看到他们一脸心慌慌的样子 林九娘心情大好 挑眉 你们确定不来一份 相信我真的很不错的 你们确定真的不来一份吗 吃啥补杀 吃了人脑子 或许能让你们的脑子开窍 也说不定啊 妖怪 滚 你给我从我们村里滚出去 其他人见状 也纷纷拿起石头砸向林九娘 让他滚出去 不要祸害他们 你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咋我娘 刘四郎的出现 吓到了一些人 但他们手中的石头已经出手 所以全砸到了刘四郎身上 我跟你说过 我的事不用你管 谁让你都管闲事的 你是我娘 我怎么能不管你 说完之后 转身看向自己身后的人 面对他们的目光 刘四郎有些腿软 但还是努力地 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怂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咋我娘 跟我娘道歉 刘四郎 你不是被你娘害死 挖了脑子吗 而且她刚才还当着我们的面 吃了你的脑子 你 你不会是死不瞑目 回来要报仇吧 害死你的人就在你旁边 对呀 你都被挖了脑子 你怎么没死呀